兩名救護人員和警方加快腳步 要趕回救護車上 因為躺在單架上的女子 背部插著一把刀 身上多處刀傷 火速被送往醫院急救 嫌犯當下遭到逮捕 而他正是傷者的親弟弟 動手砍傷自己的姐姐 被警方一殺人未遂罪 帶回派出所偵訊 事發在新北三愁 十五號晚上七點半左右 鄰居提到消息也很震驚 表示父母走後 姐弟兩人相依為命 平時有姐姐照料弟弟的生活起居 警方調查弟弟因為長期精神狀況不穩定 這回兩人因為家事沒有完成爆發衝突 弟弟一氣之下失手砍傷姐姐 導致背部多處刀傷 警方獲報後 除了通報高風險家庭外 也馬上申請緊急保護令 根據瞭解蔡姓姐弟的親戚 也都住在同一棟公寓 好在第一時間 親友聽到異狀立刻報警叫救護車 姐姐送醫後沒有生命危險 只是至親的弟弟失手砍傷 也讓手足之情出現裂痕 三地新聞 檢 韓民視 張雲新北昌報導